Dynamic System Dynamic System 也就是说我们 叫做动力系统 在我们 先行代数里面 是Discrete 就是离散的 Discrete Dynamic System 因为 它都是离散的嘛 不会是说 像微分方程里面是连续的 那什么是Dynamic System呢 通常的情况下 它是这样的 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系统 如果X这样的一个Vector 它是 Xn 是A A 我们 应该说Xn 这是A A 乘上X的 N-1 Xn和Xn-1 是不一样的东西 只是它们的分量都代表 某种 代表某种 每个分量 比如说是生物学里面的 这个补实质系统 那么每个分量可以可能表示是补实质 也可能表示是实物 这种Dynamic System 我们通常我们问的是 它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 例如说 Xn 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N无限大的时候 也就是说经过千百年以后 那么这个生物种群 它会是什么样 那 那这种Discriminate Dynamics System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假如说这是我们的System 那么如果我们在初始条件 我们是知道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这个 它的一般的趋势 那我们的做法 就是说A肯定有它的特征值 如果是Lambda 是特征值 我们应该说Lambda LambdaI 我们不同的R LambdaI 它是A的特征值 而X 我们用VI来表示吧 VI R Corresponding 它VI是对应的特征向量 那我们的做法是 例如说在二维的情形 在二维的情形 我们既然是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都已经给出来了 那么特征向量 通常是装成这个 它的Span 通常是整个空间 比如说X0 二维的情况下 X0可以写成LambdaI V1 N等于2的时候 X0它可以用 这两个特征向量来表示 是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X1 就是等于A X0 就等于Lambda 1 X1等于AX0 NambdaV1 V1 加上Nambda2V2 那么X2 是等于A X1 它就等于 我们是A的平方 X0 X0 那么我们一直下去 我们知道 XN 它就可以写成A XN-1 它实际上是等于A的N次方 X0 那 这个我们 A平方X0 相当于A 好 再乘上AX0 等于A乘上 Lambda1 V1 加上Lambda2 V2 那等于Lambda1 AV1 加上Lambda2 AV2 但是我们AV1 AV1 AV2 等于Lambda Lambda V2 所以这个是等于Lambda1的平方 V1 加上Lambda2的平方 V2 所以我们一直进行下去 这个AX0 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Lambda1的N次 V1 加上Lambda2的N次 V2 那我们一般的趋势就可以给出来 例如说 如果是Lambda 如果是Lambda1大于1 而Lambda2小于1 那当N趋劲无穷大的时候 那么这一项 就基本上可以复列不计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一般的趋势 如果说是要看出 从今年的趋势看明年的趋势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用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好 这样讲可能我们不太明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因为它的推导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XN是A的 XN-1 让我们一直推下去 X1就是AX0 X2就是AX1 X1又表示成X01 X1又是AX0 那么一直下去 XN就可以写出来了 再把X0用它的特征 两个特征向量转开 X0 我们这应该是不是写成Lambda1 X1 也就是说XX 这不是Lambda 那么就是我们说是A1 A2 那么 AX0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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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里应该是算错了 那就是A1乘上Lambda1 V1 加上A2乘上Lambda2 V2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个A1 那么这里是应该是等于 都应该相应的要改 这应该是A1Lambda1的平方 V1加上 这是Lambda Lambda1加上A2Lambda2的平方V2 好 那这里下去 这里有A1 这里有A1 这里有A2 好 那我们可以得到一般的趋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好 我们看一个立体 如果说 这是Dynamic System 是 X的 X的N加1 等于-3XN 加上4倍YN 而Y的N加1 Y的N加1 是等于-6倍XN 加上7倍YN 而X0Y0 等于是1,2 我们的问题是 问题是这样子 第一个 我们找出 XN的 YN的一般表达式 我们找出它的一般的表达式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上面这个XN 这个要写出来 是这个表达式 我们可能把它求出来 那么第二个情况 我们找出这样的一个Limit 当N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XN 除以YN 它会有什么样 有个什么样的表达式 那这个解法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A 实际上写出来 我们如果说 是写成XN加1 这个向量的形式 可以写成这是A X的N 其中A 就是我们的系数矩阵 就是-3 4 -6 7 那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是用特征 向量的展开 这种方式 算出来的 那我们 就先把A 的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 求出来 -3-那么 4-6 7-那么 那么 -3-那么 乘上 7-那么 加上24 那么 十第一 3和 父氏 负 4-那么 Mete through fís 那么 接着 好 那么 再加上 ně nutrition 平方加上24 它是结果是λ平方-4λ 再加上 3等于0 那我们得到的是λ-3和λ-1等于0 那么λ1等于3和λ2等于1 这个第一步特征值求出来了 那么特征向量 第一步当λ等于3的时候 a-上λI 我们去求特征向量 求Angle Vector 那么a当λ等于3的时候 那么就是-6,4 -6,4 就是我们写成6-4,0 我们先把第二行-第一行 然后把它乘成-1 我们再写成3和-2吧 所以它的V1 也就3x1-2 x2等于0 那么x1等于2的时候 x1等于2和x2等于3 用3乘2减上2乘3 好,λ2等于1的时候 a-上λI 好,就是-4,4,4,6和6 那么就是1100 它们两个称比例 把第一行除以-4 就是1-1 然后这个除以-6 然后减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V2 就等于-1,1 当然你写成1-1也对啊 这是两个N-Vectors 两个特征向量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x0,v0是等于1,2 也就是说 x0等于1,2 我们要怎么 我们把它表示成这两 表示成这两个东西 那要等于我们说 AV1加上BV2 这个解就是我们把 V1和V2排成矩阵 这是2,3,-1,1 那个解线性方程组 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AX等于B 这个B就是我们X0嘛 B就是X0 那么A 就等于我们是V1和V2 这样排成的矩阵 X0是B 好,所以这是1,2 好 那把 第一行加上 第二行先减低一行吧 2-1 1 这是1 2 第二行减低一行 这是1 好,再把第二行乘上-2加到第一行去 这是1,0-5 乘2加上去 这是1-1 那是1,2,1 1 好 我们交换一下 1,2,1和0 我们把第一行处于-5 我们把第一行处于-5 0,1 那么是1-5 然后再把第二行乘上-2加到第一行去 这是1 0 乘上-2加上去 这是3-5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A等于5分之3 B等于5分之1 也就是,那我们已经算得出A等于5分之3B等于5分之1 也就是说1 也就是说,X0是等于5分之3B 加上5分之1B 加上5分之2 所以XN 这是等于a nx0 a nx0 那么就是5分之3×上3的 cohort n次,再乘上v1,v1是2,3,加上五分之一,然后1的n次就是1,然后是负1,1。 所以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好,那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就把xn的表达式找出来了,当然我们可以写成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把五分之一提出来,那这是 就是2乘上3的n加1,再减上1,然后后面这个是3的n加2加1,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这是我们的xn的表达式。 好,那我们第二个limit,n趋近无穷大,xn除以yn。 那我们五分之一可以约掉了,那n趋近无穷大,这就是2乘上3的n加1,再减1。 这是3的n加2,再加1,我们同时除以3的n加一次方,所以就变成limit,n趋近无穷大。 这是2减去3的n加1分之1,这是3加上3的n加1分之1,这两项都趋近无穷大。 好,这实际上是Catlus里面的东西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limit system它的一些做法。 我们通常出现的就是类似于这种题目。 好了,我们这个就讲到这儿。 等一下 pause 这个 这是一种�� saved。 然后这个 二变完 别使用这个 我们去 Water 再拿